今天上午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举行中非医药健康发展论坛 联合国及非洲国家驻华外交使节 世界卫生组织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代表 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参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儿科联盟的盟主单位 湖南省儿童医院先后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培训了2700多名儿科医务人员 打造全球儿科的家文化 助力全球儿童健康的发展 针对如何为非洲提供适宜的产品和技术等话题 专家学者展望了中非在医药健康领域合作的巨大前景 我们作为我们本土化生产的企业就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他们很多企业就很多这个医院的缺医少药缺大数业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加班加点进行生产 未来如果能够更聚焦科技领域的合作 中非关系将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鼓励我们的更多企业和非洲的同行 加强在卫生健康里面合作 论坛上圣乡生物与加纳等国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协议 助力非洲国家疫情防控 市场成熟的时候会在当地设厂搞联合研发 这个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 没关系 有个推幻 愚会在焦伏那里有些缀 但是他人很制作